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表示他一直在忙于应对新冠疫情 下面是加拿大新闻 加拿大卫生部建议65岁以上老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负责人谭永诗医生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阿斯利康牛津疫苗会给人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而它的益处大于可能的危险 加拿大的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也在周二一早修改了阿斯利康的试用建议 修改后的建议表示 阿斯利康疫苗可以被65岁以上老人接种 加拿大高阶女军官厌恶军队性骚扰文化而辞职 加拿大军队一位女性高级军官 第36旅团副司令Taylor中校宣布辞职 原因是加拿大军队不断发生针对女军人性骚扰丑闻 而且揭露这样令人作呕的丑闻需要如此之长的时间 Taylor中校在辞职信中承认 加拿大军队性骚扰文化是长时间存在的问题 似乎被所有人当成了常态 包括他本人 他自己就曾经是性骚扰文化的受害者 也是对性骚扰文化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的人 加国两大银行提高五年期固定利率 由于最近所发布的加拿大就业情况报告 以及加拿大五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的持续上涨 加拿大五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也再次攀升 已经达到2020年8月以来的新高 上涨幅度大约在10到15个基点 RateSpy建议对于选择长期固定贷款利率的人来说 五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不如转而考虑10年期 目前最低1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为1.98% 也算是前所未有的超低位 阿尔伯塔省发生校园惨案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3月15日上午 一间高中发生校内暴力袭击案 一名17岁女生在教室内遭刺刀袭后伤重不治死亡 另一名学生被警方收押 案发时正是学校上课时间 而且就发生在课堂上 疑犯是一名19岁男子 是同校的学生 他在案发两小时后 在另一个地点被拘捕 阿省教育厅厅长在一份声明中说 听到校园惨案令他伤心欲绝 政府将提供精神健康支持 加拿大12岁以下儿童将参与莫德纳新冠疫苗实验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表示 加拿大儿童将参与下一步新冠疫苗实验 该公司于本周宣布了新冠疫苗第二三期研究的细节 预计将有6750名6个月大至12岁的健康儿童参与 莫德纳表示最初的参与者主要在美国 但随着实验进行 加拿大儿童也将参与 目前还没有选择加拿大的参与者和地点 日本一家企业最近推出的一项休假制度 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该公司扩大了婚丧假的适用范围 允许员工在喜欢的偶像宣布结婚后 带薪休假10天 这项制度名为为了重要的人而尽全力工作 不仅允许员工在喜欢的偶像宣布结婚后 带薪休假10天 还可以在最喜欢的偶像退出所在组合后休假10天 还可以是伤心程度追加休假日数 期间的工资正常发放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再上法庭 当地时间17日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将出庭受审 他被控在2012年法国大选期间违规使用选举资金 并通过公关机构做假账来掩盖超支 如果罪名成立 他或将被判处一年监禁和3750万欧元的罚款 下面是中港台消息 台湾邦交国巴拉圭希望从中国大陆获取疫苗 因为看到紧缺新冠疫苗的中南美洲邻国 最近陆续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疫苗 作为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 并且同样面临着疫苗紧缺问题的巴拉圭开始动摇了 台媒称巴拉圭外长近日对外表示 正通过谈判途径试图从中国大陆取得疫苗 此举被西方视为巴拉圭开始转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转折点 最后是一条娱乐消息 火星地壳下可能含有大量水 美国宇航局NASA16日发表文章称 研究表明火星地壳下可能含有大量水 文章称数十亿年前火星是一个被海洋湖泊覆盖的星球 其中有30%至99%的水通过化学作用成为火星地壳下的含水矿物质 火星在41亿年前至37亿年前的诺亚纪时期失去了95%的水 大约在30亿年前就变成了一颗干旱的星球 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生谢乐认为 尽管火星地壳下可能有大量含水矿物质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前往火星的宇航员会很容易提取这些水 必须通过一些操作才能获得可观数量的水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学验网 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请浏览学验网